清水盈南,今年92岁,几十年来一直在长野县的家乡经营一家小型电子公司。 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乡的人知道了他一直不为人知的另一个身份,当年731部队的一名成员。 老人在公开自己身份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这支恶魔部队当年在中国犯下的偷天罪行。 918事变爆发,91周年纪念日前夕,我们来到了大山之中的宫田村,见到了清水盈南。 在家中,清水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当年刚刚加入731部队时的照片。 又四五年三月,14岁的清水盈南初三没毕业,就在老师的推荐下,作为间席技术员,加入了731部队, 并随后被派到中国哈尔滨附近的731部队总部,直到五个月后日本战败投降。 出到731部队,清水盈南一直在学习细菌的检查、培养和灭杀方法。 正式工作的第一天,他就在实验室中看到很多人体器官的标本被泡在液体中。 军官告诉他,要成为合格的军医,至少要解剖三具尸体。 他后来得知,这些人体器官标本都来自被俘的人。 这些人体器官标本都来自被俘的军医, 我也是女人的女人 我也是非常残酷的解剖 我最最最大的女人的女人 是女人的標本 未來我孫子的顔看起來 我看了他们的认识 我看了很多人 为了这些人 做了一件事 我看了一件事 我看了很多人 我看了很多人 我看了孩子 我看了很多人 这些人 我看了很多人 我看了一个残念 我看了很多人 他在731部队短短几个月 时间里的所见所门 让他夜不能寐 噩梦不断 抹水満たず 解剖したというのがあったようです 私は見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けれども あの あれです いろんな現場にいた方の 本当に自分で警戒した人たちの言葉にはね そういうのがあったらしいです 人の皮を剥いたりするのも 当初なんかもね あれです やったようですけれどもね まあ 本当に残酷なことを 麻酔薬打ちもしなんでやってたようですね 事実やってたようです 在731部隊 每個人 每個小組的工作都各自保密 對大多数工作内容 清水英男説自己也不慎了解 但NHK電視台2017年的一次報道說 根據二戰後 哈巴羅伯斯克軍事法庭審判記錄 731部隊為進行細菌武器研製工作 從日本国内多所知名大學征集了大批專家教授 來到中國哈爾濱附近的基地 731部隊人数最多是有三四千人 為了研究細菌武器 他們用活人做實驗 大批中國人作為實驗品慘遭殺害 而在戰後回到日本的研究人員 很多 成為了各個大學裡的醫學教授和細菌學權威 為掩蓋真相 731部隊在撤離中國前 炸毀了實驗室和監獄 屠殺了所有被他們關押的人 甚至集中焚毀了屍體 清水英男和一起來的學員 就負責銷毀殘留的屍骨 上級還給他們派發了兩樣東西 一把手槍 一瓶劇毒藥品清化甲 讓他們在被服侍自殺 以保守秘密 並且讓他們終身做到三件事 不准對任何人說自己曾是731部隊成員 永遠不與其他成員交往聯繫 永遠不擔任任何政府公職 70多年後 年邁的清水英男決定打破沉默 告訴世人 當年他們在中國做了什麼 他請求將自己保存的歷史照片 和自己的證言公開展覽 但遭到了地方政府主管部門的拒絕 在日本 731部隊細菌戰罪行 至今不被正式承認 清水英男說 他一直感到自己罪孽深重 一定要找機會把事實真相告訴世人 要向中國人民懺悔 中央目の人たちには謝りたいことも重なんですよ 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てこんな惨めなことをやってね 本当に終戦の時に日本の子供たちを見てくれて 本当に感謝しますし 罪として皆にお詫び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本音です 清水英男 談到近些年來 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衛費用 還要修改和平憲法 謀求自我鬆綁 進一步突破憲法對日本使用 與發展軍事力量的束縛 他表示對此十分擔憂 也堅決反對 なぜ私がこんなことを考慮しているかといえば 互相に戦争をなくして 本当に中国の人たちは迷惑をかけている 私は反対です 反対です 少しずつに同じ機械に引っ張り